海葵台风真的为台东带来非常多的灾损 除了路数倒塌防无铁皮受损 连一度复始的火车也因为急电工卡到树枝 导致已经出发的车还卡在半路停时 连带也影响到后续班次运行 海葵台风狭带的狂风豪雨登陆台东 造成东河一处的文创园区损失惨重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园区的铁皮整个被吹倒 而园区内则是满目疮痍 这让园区的主人无奈地表示 希望政府可以给点协助 画面拉回市区同样是一片狼藉 不少行道路数被吹倒 压回一旁停放的轿车 而今日一早台东市工所的清洁队也全面出动 协助恢复市农 而当地的里长就表示 状况相当惨烈 预计清理的工作要到晚上才能够结束 另外在台铁的部分也同样受到影响 一辆421车次台东往树林的自强号列车 在今日下午1点半时行进观山路段时 因为极电弓打到树枝 导致列车无法行驶 整辆火车卡在观山与池上中间 随后从台东站发车的423列车 在通过山里站后 更发生了极电弓已是被扯断的情形 导致车辆卡在路野站 由于东部干线仅有单轨 目前均暂时停驶 而台铁人员也急忙协调客运业者 协助输运旅客 虽然目前台东已经脱离了 海魁台风的暴风影响范围 但人士呼吁民众要注意瞬间的风雨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陈吉林台东综合报导